当北国严寒的冬天来临,湖面结起厚厚的冰层 我们可以看到鸭子站在冰面上悠灾游灾 但门赤裸的两只脚鸭似乎并不怕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鸭子脚为何不易冻僵的奥秘所在 独特结构的鸭脚动脉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到鸭子脚掌内部的动脉结构非常特别 它的动脉分叉成无数根繁密的脂围血管 形成密集网络 使得鸭掌中的每一小块组织都紧密围绕 环抱在毛细血管网络之中 这种高度密集分的尾血管组成了身体保温调节中 非常重要的Counter Current交叉热交换系统 当外界温度作降的时候 鸭掌表面的尾血管会先收缩变窄,减缓血流量 大幅降低热量损耗 而深层的尾血管则会加快血液循环速度 将身体的热量迅速送到鸭掌 完成主动加温的过程 水下的保温潜水反应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 当鸭子游泳或密实时 全身会浸泡在冰水之中 这个时候也会出动保暖身体机制 鸭子会自主调节心跳 减缓向脚掌和脚扑弓穴的速度 进一步降低热量的对外流失 此时,鸭子脚掌和脚趾下的动脉血管几乎停止输血 切断身体的热量向水中的散发 这可以保证长时间入水的鸭子 也不会导致身体热量过度流失 导致内脏冻伤 可以说,这是鸭科水情的一项生存防航武器 极佳保暖绝缘的绒毛结构 鸭子身体的绝佳隔绝毛绒构造 也是抵御严寒的一道重要屏障 鸭子皮下脂肪层极厚 可以提供养好的隔热效果 额外层密集且蓬松的小绒毛 可以圈住体表相对较暖的空气层 大幅降低对冷水或冰面的导热速率 类似水鸟羽毛的高防寒性能 综合这些先天生理结构和后天行为的配合 使得鸭科水情能够比其他鸟类更好的 适应寒冷的北方生存环境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鸭子 可以悠然自得地漫步在结冰湖面 但们的小短腿儿并不会冻僵发麻或出现冻伤